张怀懿败给了吴根生 吴根生向张静青说出 左若彤的死亡真相 一人之下漫画第646话已经更新 大火停不下来 首先是 仇杀的吴止静 你杀我 我就得杀回来 直到一方杀不动我 即使三一门想停手 全信也会报复回来的 如果三一门手段高 那就是杀到全信告牢 那就停了 如果三一门手段不计 那就是杀到三一门人死完了 灭门 其次是 牵涉甚广 三一门已经丢进去这么多坟头了 现在要报仇 可就不是只报四创成真的仇了 那些坟头的仇 难道不需要报吗 路径想停 对得起死去的人吗 丢了命跟你们闹 结果是没办完 你们跑路了 那他们不是白死了 第三 郑子部说的话 在漫画里挺合理 但在我看客视角 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又或者 只是米儿在借她的口说自己的看法 死的不是你师父 你是没事啊 说好话有什么用 不要熬夜 好好学习 这种漂亮话谁不会讲 重要的是你拿出方法来帮助陆景了吗 只杀无根生 谁不知道杀下去会灭门 可陆景找不到无根生啊 你要是真想帮忙 就应该一边劝 同时给出无根生下落的线索 只说话 不顶用 三一门这么大的事 确实双方无法自解 需要第三方人来调停吗 但是 单纯的调停 其实也没用 就像前面所说的 已经杀红眼了 四冲和成真 已经死在的全信手上被虐杀 要调停 所以无根生才通知三一门 其他人的父母 让人把人都带回去 然后还要拜见龙虎山 让他出面条 还有杀四冲和成真的那两个人 也必须死 不然三一门 宁死都不会接受调停 只有这样 三个方面同时下手 才有可能接受调停 不然的话 杀那两个三一门的 有名望的那两个 现在只死了一个 还有两个没死 就这样 让龙虎山调停可能吗 所以 无根生还让那些人的父母 把三一门的 一些人叫回去 还有那两个人也要死 最后才请龙虎山调停 这三个少了一个环节 都不可能的 不然 按照三一门这样杀红眼的情况 绝对是死 他都不会接受调停杀一个是一个 盲猜一下 无根生上龙虎山的剧情 首先应该是 无根生要上龙虎山 上一代老天是碍于辈子 让张怀懿和无根生比试 显然 张怀懿战败 并对无根生的手段产生兴趣 并了解到 无根生并不是十恶不赦之人 随后才会一直缠着无根生比试 比试完成之后 无根生把三一门发生的事情 和张静青老天师 一五一十地说了经过 想让老天师来出面调停 这里有个问题 无根生赶来 抓了无根生给三一或杀了都没用 因为如果希望这样 三一早就邀请其他门派帮忙了 站在老天师的角度 现在的问题是 怎么解决这场仇杀 无根生下山之后 老天师出面劝解三一门人 要想让三一门延续 就要暂时放弃报仇 奈何身在局中的三一门人 根本停不下来 最后无根生现身了结此事